好 目前呢全國的情勢還蠻緊張的 像是加薩 尾巴之間 還有烏克蘭的危機都還沒有落幕 不過我們看到美國股市在週五卻是大幅上漲 道瓊收高123點 這也顯示投資人並沒有很在意國際政局的風險 帶你來看歐美股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